大家好,我是愛的原神,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攻略 《原神-凱亞邀約任務全結局全成就》 主要是給萌新或者沒有做的小夥伴不上這個攻略 不錯 長成就 首先是任務的流程圖,你可以看一下 接著我會帶大家去做一下這個隱藏成就怎麼獲取 導演說一下這個隱藏成就怎麼獲取你來到這個分支 騎士團的普通一天這裡 好,你來到這個圖書館這邊,然後 在這裡有個門 這邊有個門內的聲音,我們這邊聽一下 就會解鎖這個隱藏成就 其他的兩個成就的話,都是你做邀約任務他自動會解鎖的 好,這邊是跟凱亞的相約,他說這邊有露天演出 然後我們這邊選擇第二個 凱亞對演出感興趣嗎? 好,接著你跟著劇情做完的話就可以解鎖第一個結局 接著我們來做第二個結局 你來到這個他鄉有這個分支 過來 然後還是來對話 好,這是我們選的第一個 剛剛說到哪了 拆旅費啊 後面選項就隨便選 接著我們跟誰凱亞 接著你會遇到第二個重要分支 這裡的話我們選的第一個 不可以為了一級私欲花費公款 好,接著你去到蒙德會有第三個重要分支 這邊我們選的第一個 我可以陪凱亞一起放鬆 不會無聊 然後我們就會解鎖第二個結局 不細之中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個分支 這個紀念品這裡 好,這邊的話來找凱亞 我們選的第二個 一起幫凱亞送紀念品 不會麻煩 而且 接著你會去到那個蒙德圖書館 然後他會出來之後呢 他會問你明天去還是後天去 我們選明天去啊 然後我們就解鎖第三個結局啊 然後我們來做第四個 然後前面這個叫做歸家 我們這次選後天去啊 很好 那就約好了 然後就做完之後呢 就是第四個結局吧 我們的太陽 接著我們來前面這個分支 久違重逢這裡 然後還是很愛相遇 我們選擇 我帶凱亞去沒去過的地方玩吧 好,有你這句話就夠了 這家點女 然後你來到黎月這邊 好,旁邊有個商店 我們瞧瞧 接著後面都是 跟著任務指引走就可以了 那就是最後一個結局 那我們下期新聞再見 記得關注再走喔